科学家真的证实要告诉我们这个地球人 预计就在过867年的时间 就有一颗小行星朝着我们在地球飞过来 那个时候真的就可能会行星撞地球 怎么回事呢 人俊 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叫做 惠星撞地球 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当然有 还有这个世界末日 那个时候提材 那个时候正夯的时候 其实讲的都是什么 讲说如果外太空有一颗行星 突然哪一天往地球这边撞过来的时候 大家一起死 对 大家一起死 世界末日 虽然是这样讲 但是我们怎么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在电影里面 你会看到美国的NASA太空总署 他不断的研究出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看到电影里面 还把这个人送到彗星上面去 然后装个核弹把它爆破 让它不要撞上地球 好 我跟你讲 你刚刚讲的事情真的有可能会发生 因为先前也有接近过地球 但是都没事 这个好像又有危险了 没错 现在美国NASA太空总署 我讲实话 其实美国人对NASA很有意见 他每年花了很多钱 在里面说要探测外太空的生物 结果什么也没有探测出来 结果现在跟你讲说 我们发现到有一颗叫做1950DAR 这个编号的这个小行星 他很有可能在2880年的时候 然后3月16号 连日期都有 连日期都有 告诉你说他还有可能会撞上地球 那是29世纪的事 没错 但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发现到它了 好 我们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叫1950DA 因为这颗小行星在1950年的时候 第一次就被人家发现到了 已经有看到了 已经有看到了 但是后来它突然消失了半个世纪 为什么呢 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 然后一直到这个2000年的时候 它突然又被发现了 又被发现的时候 大家就观测它的时候 就发现它这颗这个小行星 它的直径大概有1.07公里左右 其实还蛮大的 如果以这种行星来讲蛮大的 而且它现在时速是每秒15公里 一直朝着地球的这个方向前进 那科学家也去计算说 如果它的轨道没有变的话 是它很有可能从地球的旁边这样 咻 擦身而过 不见得会直接撞上去 这还是有几率的问题 没错 所以几率的问题 大概0.3%会撞上地球 这其实数字上看来 好像不用没有那么大 但是0.3对这种事来说算多 但是我们不能够拿这个开玩笑 他就说有0.1% 0.00001也是个危险 没错 而且他们去估算 就是说因为你其实 我就讲说 连2880年3月16号日期都算出来 所以他们也可以预估说 它可能会撞到什么地方 所以他们这个美国的科学家 去研究就是说 它如果真的撞上地球 如果以撞上纽约来讲 他几乎半径160公里以内 全部都会挂掉 全部都会像电影那样 整个都 整个通通都追尾掉 那也有人计算说 他如果打到地球的话 他的威力大概也是600亿吨的TNT 那也有数据讲说 有科学家算说 448吨1吨的TNT 黄色炸药这个 这种数字就是天文数字 没有办法去理解 我也想到那448我就吓到 死死吧 真的啊 这么残忍啊 到了说就真的很恐怖 而且还会 如果打到海里面 还有可能会引发海啸 那就是末日 没错 但是科学家就讲说 既然我们观测得到 那也不要太担心 既然还不用担心啊 29世纪离现在还很远嘛 我们还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去研究 就怎么样让他不要撞上地球 这个是要靠人类的智慧来解决 但如果遇到这种事情 你看电影 都是美国人出面 来帮大家拯救世界 但如果你看到现在的世界局势 我相信接电话的不只是NASA 中国大陆的航天局 可能也会接到不少求救的电话 为什么呢 因为刚好今天 就是他们这个载人 载人上太空飞上天的 10周年的纪念日 其实法国的媒体就有报道 未来要称霸太空的霸主啊 中国是非常有机会取代美国的哦 所以搞不好29世纪那颗行星去炸掉的 不是布鲁斯威利这种美国人啊 是中国人有可能吧 来教授 杨立伟10年前的时候 第一个进入太空 刚开始进入太空 大家看到一个很古老的这种太空舱 然后重返地球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就说这个落后美国 这个美国在1965年都已经做完了 没错 结果中国用最笨的方法 但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法 十年内不但把十个人送上去 里面有八位男生两位女生 而且太空站建立完成 也就是说实验型的太空站建立起来了 这个时候西方世界突然间发现 中国的太空事业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他们已经完成了四大项一般国家 都没有办法同时做的 第一个今年年底要登陆月球了 哎呦要登陆月球了 今年年底 而且隔了多少年 没有地球人上去过来 没有错 最好第一个要登陆月球了 大家突然发现 怎么那么快就能够登陆月球了 月球车完全知识 都好了 自己做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了 第二个太空站的这种对接技术完成了 所以他们发现 中国大陆好像在2023年当这些国家 把目前世界仅存的这个太空站 就是由德国 法国 美国 英国等等 还有日本这些建立合作 建立起来的太空站 因为它已经要退役了 所以在2023年 就是再经过十年以后 他们要把它收回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也没有钱做 欧洲也没有钱做 可是他们发现 只有中国正在建造这个太空站的计划 所以他们就估计20年后 世界上唯一的太空站 是中国人的太空站 对 所以这样就理所当然是霸主了 美国现在也都没 连NASA都没人上班了 你怎么追 对 没人上班 也没有钱做太空站 然后做太空站也要时间 所以他们就说 最后未来也只能够想办法去请中国 说能不能让我进去你们的太空站里面 帮个忙是不是 帮个忙 让我能不能进去你的太空站里面 去做一点实验 好 我们看 然后北斗计划也完成了 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就注意到另外一个事情了 以前是中国派他的太空人到俄国去受训 现在是中国帮外国人来受训太空人 把他们送到太空去 所以这样的一个事项 他们法国人就估计说 他在未来会成为太空霸主 所以这些事情都不是开玩笑 真的是风水轮流转的一个感觉 好 看完了天上的太空船 回到地球找笨蛋 有多笨呢 就